拜登總統已經抵達了英國 要展開他的歐洲行程 反問首日的行程 他在演說當中就宣告 美國回來了 而且希望拋開川普時期 造成了敵對跟孤立 根據路透社報導 拜登是在英格蘭的東部 叫做麥登豪 英國的皇家空軍基地 對駐守當地的美軍人員 以及他們的家屬表達了演說 他表示 我們將會表明美國回來了 世界民主國家正站在一起 處理最嚴峻的挑戰 而且還說 這對於我們未來 是很重要的議題 拜登指出 我們不尋求跟俄羅斯發生衝突 但是也希望穩定 而且可預測性的關係 但是他有表明說 如果俄國政府從事 傷害性的行動的話 美國將會用強力 而且有意義的方式來進行回應 那我們來看到美國總統拜登 圍堵大陸 但是率先登場的就是 跟英國首相強森的會面 美國跟英國你現在搶了那麼多疫苗 也是加速施打之下 兩個人說要規劃 盡快開放兩國的旅遊 並且要簽署新版的大西洋憲章 這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蘇利文 他就特別講出來說 他要怎麼樣簽署呢 他特別說新版的大西洋憲章 其實內容很像什麼 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 跟美國總統羅斯福 他們在1941年 所發表的歷史性的聯合聲明 當時是他們在二戰之後 的民主世界的願景 那新版的憲章會包括什麼 像是重啟承諾 像是英國跟美國兩國的旅遊 捍衛民主 提升了雙邊的貿易 以及標誌性科技協議 另外也會針對11號 在英國康瓦爾所舉辦的G7峰會 美國的蓬勃新聞就有披露 那峰會內容會講什麼呢 其實就顯示出 G7領導人要呼籲 由世界衛生組織WHO 召集對新冠病毒的起源 來了就是針對大陸的 召集新冠病毒的起源 進行全新還有透明的調查 G7還要承諾 未來一年要提供10億劑的 新冠病毒的疫苗 以覆蓋80%全球成人的人口 還說要改善全球供應鏈 強迫勞動的問題 這就是建制大陸了 但儘管拜登大張旗鼓地說 美國回來了 歐洲國家卻是冷眼相待 怎麼說呢 來看到歐洲跟美國的嫌隙 可以說是越來越大了 這是英國的《衛報》9號有報導 就以拜登在G7峰會當中的使命 是為了下一場冷戰招募盟友 這個很刺眼的評論的標題 發表文章說要招募冷戰時期的盟友 所以美國總統拜登 踏上他上任之後的首次的外訪之旅時 在大西洋對岸迎接他的歐洲夥伴們 對於華盛頓試圖要重新集結 西方聯盟的目的 有一些警惕跟顧慮啊 那《衛報》有認為說 拜登的訪歐是為了第二次冷戰招募新兵 拜登是來告訴歐洲在即將到來的 還有呢跟北京的爭奪 全球霸權的競賽當中 我們要團結起來 但是英國《衛報》的觀點是認為呢 美歐在對抗中國方面有很大的落差 中國的資金呢 給歐洲帶來了商業激勵嘛 中國呢是德國最大的出口市場 歐盟呢比較小的成員國 像是我們講很多次了 匈牙利就非常歡迎啊 中國對於基礎設施跟企業的投資不是嗎 雖然呢歐洲呢凍結了去年簽署的中歐投資協議 那有一些卡關了 不過呢歐盟各國的政府 根本就沒有感受到 美國那一種想要遏制中國的緊迫性 你美國想要遏制中國 但是呢歐盟北約他們關心的是俄羅斯不是中國啊 所以呢在台灣問題上呢 英國跟法國呢儘管會在海軍行動上虛張聲勢 就是繞來南太這個地方 繞來那個印太這個地方不是嗎 但是呢只是旁觀者他們只是虛張聲勢而已 英國媒體這樣子說 那魏報還認為啊如果呢中國是一個更窮的國家 但他不是嘛 他說如果是一個更窮的國家的話 拜登的任務就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但是這個老牌的超級大國跟挑戰者之間的經濟差距 也就是美國跟中國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小了 所以呢當G7在上個世紀70年代成立的時候 他的會員國呢是輕鬆的就能夠佔據了全球財富的絕大部分 到現在呢這個七個國家的G7的GDP啊 加起來已經降到全球的40%而已 而中國領先的技術能力呢 以及跨界軍事的應用呢 卻是讓五角大廈是徹夜難眠的 所以我們來看到這邊我們要補充一下 為什麼呢英國魏報會說G7的國際影響力 被說大不如前了呢 其實在英國的另外再看到金融時報 也被說呢他有發文 這個文章是說七國的集團啊 是西方領導世界的最後機會 他是有分析說 拜登要跟盟友舉行三次的會晤好盛大 像是呢G7嘛還有北約嘛 以及接下來歐美峰會嘛 隨後還要在日內瓦會晤普丁 他的目標呢就是帶著美國 還有盟友發出的一致信息 那去見這位俄羅斯的總統 但是呢七國集團的現實意義 面臨了巨大的挑戰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七國啊在世界經濟體當中 所佔的份額不斷的下降 70年代七國集團佔世界的 國內生產總值高達80%那麼高 但是現在這個比例已經不到一半了 只是大概40%而已 那七國集團呢不再代表全球的經濟的大部分 這是一個很大問題 那另外呢這個組織啊也被說 所以呢你經濟實力不如人了嘛 開始就邀請四位客人來參加峰會 像是呢澳大利亞啦印度啊南非啦以及韓國 這些客人當中三個就來自亞太地區 儘管如此呢七國的集團峰會 日程上的幾個核心問題 疫情啦氣候啦貿易啦都是環繞在中國 都是需要中國大陸的合作 但你沒有找中國大陸啊 所以呢沒有世界第一人口的大國跟第二大經濟體來參與 說的是中國沒有中國參與的話 剛剛你講的這些全球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報導有指出來說西方啊也沒有安全感 像是呢新冠病毒在美國跟歐洲肆虐的時候 還有呢氣候變化啦 這些東西都是呢對於西方很多經濟模型的假設 都有很多挑戰 剛剛講的那些問題就是你西方問題都很多 所以呢你西方還面臨著俄羅斯 以及作為大國重新崛起的中國 G7的經濟實力呢已經蠻差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呢 他們呢就被發現說實力已經不如人了 另外呢找來了誰呢 找來了那麼多其他的國家 其中呢我們要針對誰 針對南韓來說 南韓呢被找來抗中 但是呢跟針對於韓國的京香新聞報導 他們呢清瓦台其實有針對G7峰會 有發表了可能的共同聲明 會觸及到牽制中國大陸的部分 那清瓦台發言人說呢 這個聲明是G7會員國之間的正式文件 外部受邀的國家是不參與的 他其實就是說 我韓國我們要跟你一起抗中 你那個聲明當中有中國大陸部分的話 我們不是你們主要成員國 我不會參與的 那該人士呢還表示說 據自己的瞭解 G7峰會最後峰會啊 的這個聲明應該不會包含 針對特定國家的內容 就是不會針對中國大陸的內容 但是呢清瓦台這番談話其實也被解讀說 代表韓國呢是不參與針對G7峰會 共同聲明當中 可能會包含牽制中國的內容 美國你不是極力要拉韓國抗中嗎 但是韓國不想選邊鎮 川普也就特朗普去年 就曾經想要邀請韓國參加G7會議 G7 Plus的會議 但是呢會議因為疫情取消了 所以韓國今年啊 的確是首次參加會議 韓聯社訪問的分析人士說 韓國在這一次的會議上 面臨棘手的外交平衡問題 美國是熱衷這一次 想要利用這一次會議 團結民主國家 反對呢強勢的中國 但韓國卻是努力要避免怎麼樣 不必要的被捲入中美競爭當中 所以呢收到了中韓的關係啊 明年呢其實呢就是大陸 跟南韓建交30週年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呢 其實昨天跟南韓的外交部長 鄭義榮通上電話 王毅有說呢 中韓雙方是友好的靈邦 以及戰略夥伴 應該呢要把握是非曲直 堅持正確的立場 堅守政治的共識 不要被帶節奏 被帶偏了節奏 尤其呢王毅特別點名啊 美國所推動的印太戰略 是充滿了冷戰思維 挑動了集團的對抗 不利於地區還有和平穩定發展 大陸方面呢堅決反對 同時他也呼籲中韓雙方 應該要利用既有的機制 然後一方面防疫疫情的擴散 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呢加強呢這個是必要人員的往來 還有呢要加快的是中韓的自貿協定 第二階段的談判 加強新技術還有新興產業上的合作 韓國呢怕被捲入抗中集團聯盟 小心翼翼尤其這個G7會議找來了十一國來開會 缺少了最重要的中國參與的會議 看起來就是抗中會議 歐洲啊不想要抗中嘛 所以我們來看到在拜登啟程之前呢 美國參議院呢 罕見的在兩黨團結的氣氛當中通過了 中國為假想敵的2021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 但這呢不代表華盛頓就能夠輕易的去歐洲去複製這個團結 我現在要稍稍補充一下 剛剛說的2021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 這個美國之前呢都批評啊 中國大陸對於企業的補貼政策不是嗎 你這個是那個違反我們的貿易原則 你中國大陸怎麼可以補貼人家政策呢 但是美國自己卻通過了剛剛我說的 美國科技啊製造 技術研發還有科學研究的領域 要投入呢剛剛這個法案 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 他投入2500億美元的2021 美國創新與經濟法案就被酸了 你批評大陸嘛 說你怎麼可以補貼企業去研發這個東西 你現在卻是學大陸啊 你卻是學大陸 而且呢而且呢你這個做法 其實也是大大的改變了 你美國的長期以來的立國精神 好講完這個我們再拉回來 美國拉高力道來抗中 但是呢歐洲國家呢在遏制中國方面呢 比美國更為謹慎 他們呢不想讓自己是處於一個 兩強極權對抗的中心 即管呢種種跡象顯示呢 台海的問題或者是新疆的問題 或者是新冠病毒溯源的問題 以及呢都有可能被提到 G7跟北約峰會當中的議程 但是呢媒體普遍有預測啊 中國這兩個字很可能是不會出現在 會後的聯合聲明當中 意思就是人家不想要衝高或者是對抗大陸的氣氛 所以政治新聞網就有分析啦 說呢在華盛頓對抗中國的影響力當中 歐洲啊可能不會是前線喔 美國布魯金斯的學會主任 叫李承他也說很多的歐洲國家 傾向於在美中之間呢保持同樣的距離 不想要偏袒美國嘛 而就在呢拜登總統就職後幾天 我們就知道啦 德國總理的梅克爾其實就有明確的說 非常希望能夠避免建立集團 不想要被選邊站 英國首相強森呢其實也特別說 他說什麼呢 雖然他曾經呢多次批評中國嘛 系統性的挑戰了英國的安全還有繁榮 跟自由價值觀但是他也警告說 英國不能捲入與中國的新冷戰 還有呢歐洲政府的官員私底下也說 歐盟呢跟中國大陸出口價值 2030億歐元的商品 是你美國的兩倍耶 我當然也想賺人民幣呀 你怎麼逼我要抗中呢 紐約時報其實也特別說 當啊拜登帶著民主國家 團結起來的雄心到歐洲的時候 在歐洲人的心中揮之不去的 就是美國的可靠性 其實有很大很大的存疑 G7峰會11號在英國舉行 美國總統拜登提前抵達做準備 拜登此行行程滿港 除了G7還要參加北約美歐美俄峰會 此趟歐洲之旅拜登更是帶了半手禮大禮包 在G7峰會上宣布白宮和輝瑞以及BNT打成協議 未來一年將向100國家提供5億劑的新冠疫苗 白宮也不斷強調這趟拜登上任後的首次海外訪問行 主要是要團結民主國家重新修復 川普時期遭破壞的美歐關係 更要拉攏G7各國對抗大陸和俄羅斯 博取有專家分析美歐之間的頭號威脅 定義不太一樣 這次G7更多加了南非澳洲印度南韓新成員 形成G11聯盟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引述英國衛報一篇標題名為 拜登G7峰會使命是為了下一場冷戰招募盟友 來諷刺拜登的歐洲行 是在開啟新一場冷戰形態 而環球時報也分析G7剛成立時占全球GDP80% 現在則是降到40%少了一半 這也是美歐的大危機 才會急著想要拉攏新夥伴 雖然拜登急於拉攏新盟友一起反中 不過歐洲國家仍想要和大陸保持經貿關係 而夾在美中中間的南韓 更不可能破壞和最大貿易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加入美國全面抗中 七國集團和有關國家作為發達國家 率先享受全球化發展的紅利 應當為推動國際抗議合作 世界經濟復蘇 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 多做實事 而不是在國際社會中製造矛盾和分歧 干擾全球經濟復蘇和國際抗議合作大局 大陸外交部做出反擊 認為七大工業國不應該製造矛盾 不過美歐之間對於抗中也有所分歧 能否在峰會上達成共識還是個大文號 教室中 綜合報導 大陸外交部